台東縣議會目前正在進行第五次定期會的憲政總質詢 5月30號上午國立台東大學體育系三年級同學 由肖福松老師帶隊到議會參訪 除了讓同學參觀會使館 也讓同學在義士堂二樓旁聽 實地觀賞議員問政 那非常歡迎我們體育系三年級的師生 今天來到台東縣議會 那我們今天是總質詢的時間 總質詢的順序是按照抽籤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的是 藍宇集的夏曼瑪的那議員質詢 應該是有關於原住民的議題 那如果您繼續再留下來的話 下一個時間就是我們台東市非常資深的議員 黃秋黃議員要質詢 所以在這裡歡迎各位 那肖老師是我非常尊敬的長輩 希望今天能夠讓大家對現議會有一些了解 我們現在議場的二樓來了一群貴賓 他們是由蕭福松老師 所帶領的台東大學體育系跟音樂系的學生 今天來台東縣議會參觀民主政治的運作 我們歡迎各位年輕朋友 歡迎歡迎 謝謝蕭老師 謝謝 議長饒慶玲也利用中場休息時接見同學 並贈送每位同學一份紀念品 蕭福松老師也代表同學回贈自行設計的背包給議長 東南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報導 出動